当下咖啡已经融入许多人的日常生活 不过红烧肉味的咖啡您见过吗 近日星巴克推出一系列龙年新品 其中就包含一款红烧肉风味的年峰咸香拿铁 2月23号记者在北京一家门店看到 这款风味独特的咖啡吸引了不少顾客 还是蛮有创意的 因为这个咖啡跟这个中国的传统的一些美食做结合 然后这个咖啡还有这个咸香风味的 这个确实是可以值得尝试一下 我首先看到这个搭配之后我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红烧肉人们大概会有一种比较咸的那种印象 然后咖啡是香的或者是苦的 羊饼排到中国之后它会有一个落地 就是说有一个中细结合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门店负责人介绍 这款拿铁由东坡红烧肉风味酱和浓酥咖啡融合 加入蒸煮后的牛奶 最后是以东坡红烧肉风味酱和猪肉腹 目前它的销售范围包括上海烘焙工坊 在内的全国25家星巴克甄选门店 不少门店已经售庆 这款咸香的拿铁呢 它其实它的理念来自于人们过年吃的一种食物 其实就是红烧肉 喝到这杯咖啡的时候 你能想到的是妈妈做的菜 让人们去唤醒那份家的记忆 在出售的前些天 当然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客人 愿意去尝试 比我们预估的那个售庆的时间 要早很多很多 后续门店让我们的物料又变得充足了起来 服饰 汽车 美妆 食品 家电 记者朱莉发现 近年来不少国际品牌 用中国文化为他们的新产品着色 专家指出 在中国元素频频亮相的背后 是商家和品牌对中国消费市场潜力的重视 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体消费市场 在中国的消费市场里面 其实呢 这两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一种变化 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消费者 越来越接受这种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 越来越接受中国传统文化 所带来的这种潮流的变化 所以对于这些国际品牌而言的话 抓住中国消费者的心 抓住中国消费市场 而且也要了解 当下中国年轻人消费的这些种种的喜好 专家表示 95后00后 已然成为国风国潮的最大拥盾 在此背景下 不少本土企业通过对中国文化元素的不断开决 诞生出一批较好又较做的国潮品牌 对国际品牌形成一定挑战 因此 未来在拥抱中国风的同时 国际品牌还因深挖中国文化内涵 以此为切口 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同 经济的崛起 文化的输出和产品的这样的一些设计 它是缺一不可的 目前来看的话 很多的这种国际大牌 还是更多的事情都在形式上面 有一些确实是能够击中消费者的心的 但有一些也确实是一些流于表面化 我们还是希望国际大牌能够挖掘中国文化内在的力量 然后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适应中国市场的 这样一些产品和服务 不仅是适合中国消费者的 同时它在国际市场上也都广泛的受到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